那個今天大家都在講 關谷的董事長 剛剛好像最新的新聞出來 高雄市不放人 張雲鵬本來是哪裡 本來是華南的總經理 後來去高雄銀行做董事長 結果高雄銀行 人家是一位提出專案報告 要求去查 這不是張雲鵬的責任 但是高雄銀行大家認為 在慶武的炸彈案當中 也有相關的連結 現在人家在那邊要求專案報告 不放人回來 財政部怎麼辦 人家不放啊 你怎麼用 公文報告事實上我們了解 大概是 應該是下禮拜就會 所以你講的意思 跟早上看到的消息不一樣 你的意思是說 高雄市政府高雄市議會會放人 還是你掌握的情資不夠 如果不放人 要叫張雲鵬在那邊自己辭職嗎 如果他是自行辭職 而不是人家放人的話 這樣你要用嗎 怎麼突然呆掉了 是 我想這個部分 我的了解 應該是下禮拜 就會有一個結果 你已經人事命令 你已經發布出去這樣的消息 對不對 要用他做華臺的董事長 然後等到下禮拜五 你該不會告訴我 所有的這些人是 不管是被換掉的 還是現在換上來的 都還有機會異動喔 你是這意思嗎 沒有 就是這個張雲鵬的這一部分 其實上因為是他 高雄市議會的專案報告的部分 所以我們延後到下禮拜 不會吧 來倒轉 他專案報告哪一天 他專案報告4月24吧 4月24是下禮拜 是你記錯還是我搞錯 4月25才專案報告 我想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 今天的狀況 那你的了解有誤啦 我說啦 我說如果到 高雄都不放人啦 那你現在是 打算叫張雲鵬自己辭去 高雄銀行的關顧董事 然後 然後你會用他 是這樣嗎 當然 只要他個人願意辭 我現在就覺得說 有時候其實 怎麼樣用人是你們的權責啦 是你們的權利 但是你們如此布置的一個用意 真的要讓社會大眾知道你的用意 我本來想啊 我本來想 國際情勢啊 經濟變化啦 金融科技的衝擊啦 還是說我們有什麼政策啦 還是說我們有些弊案要努力啦 還是洗錢房子 法尊啊 資安 或是五加二產業 或是等等 所以我們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置 可是到現在都沒有聽到 那當然啊 你可以說這個檢察官不起訴 或是說司法也許沒事 可是行政上 相關親戶案的 有些人他真的是 金管會 也有處罰耶 你知道嗎 金管會的金融監理 那這些有爭議的人 我就講名字啦 反正大家都知道啦 比方說廖山昌 對不對 那他 他從何庫下來 是因為什麼 你也知道 那現在回去 現在去啦 去丁銀行 那剛剛我又提了一個張運鵬 雖然張運鵬 他也許跟高雄銀行的親戶 他是無關的 但是他去那邊 人家希望說 他去徹底了解 經由他的專業 去了解高雄銀行 有時候也許這些人 真的都沒有犯錯 但是其實他們必須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啊 那我剛剛講的 行使這樣的一個權力 去用人的時候 用意是什麼 沒有辦法給社會大眾理解啊 部長 你可以講行政院核定嘛 可是這個用意 你要告訴我啊 是為了金融科技衝擊 為了政府有政策 為了什麼 洗錢防治 為了法則 為了 為了弊案 為了ATM 被人家盜領 諸如此類的 為什麼 這樣一個調動 你可以回答我嗎 那基本上 因為華蘭 因為這個 吳董事長 任期也到任了 所以 任期到任不是到八月嗎 六月份 六月嗎 那還有一段時間呢 是 那你 你今天會形成一個事情 是我最擔心的 那你沒有辦法 把用意 講清楚的時候 你把廖山艙拿回來了 以後人家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沒有 我絕對沒有說他犯罪或怎麼樣 但是人家會覺得說 原來你用人的尺度是這樣啊 他沒有起訴或怎麼樣 這個人就可以用 會形成這樣一個用人的尺度 那你把 董那兵 他就去救火 救急啊 易燕現在也還好啊 在他去那邊領導的時候 那人家會覺得說 這樣人你把他換下來 你以後 換人的標準就是這樣子啊 也不一定你有過啊 那就可以把你換下來啊 一個用人的原則門檻 會不會因此 這樣被大家檢視 那一個 換人的一個標準 也會被大家這樣子 來猜疑猜忌啊 這能有解釋嗎 我就以這兩個 一個換人 一個用人 這樣一秤 不對稱啊 這個我了解啊 但是因為行政院 有一個綜合的考量 行政院不管什麼考量 你財政部長總會知道吧 是 你知道的講出來 我剛才有講過了 我會適當的表達過意見 好 沒關係 如果今天在報告台上 也許你還沒有辦法 審慎十兩 但是後面一定要講啊 這還包括說 八個異動當中 六個 跟台灣金 台灣銀 何庫有關呢 你看一下 這怎麼去解釋呢 這不是說 私出同門或怎麼樣嘛 青鴻切 寬國銀行 重道的 重要的 厲害的領導人才 都源出於 台灣金 台灣銀 跟何庫啊 對不對 台灣銀 謝副總 去土銀做總經理 啊 那個 台灣銀 黃副總 去張銀 做總經理 對不對 台灣金的 蔡副總 去第一營做總經理 啊這樣的用意是什麼 人才都源自於這裡嗎 啊你何庫 何庫的董事長下來之後 欸 一陣子沒事去 議營做董事長 何庫 那何庫自己的 副總升總經理 那何庫的總經理 又去土銀做董事長 你這些 到底 這是一個布局嗎 還是這是一個什麼 我說行政院核定沒有關係 那用意是什麼 可以講給社會大眾 跟委員包括事實上這個 有一部分是因為人才的交流 像以前在 趙鋒的時候 趙鋒的 現任的總經理基本上也是從 從何庫過來的 那更早的時候 趙鋒的總經理這個楊 李彥他也是從華南過來的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一個 航庫之間的人才的一個交流 我如果說八大關股 互相交流 調動 這我同意 但是這一次八個名單當中 台營跟 包括台灣金融 跟何庫就佔六個 卻佔了重要的職位 這並不是彼此之間的 異動互動啊 那像土銀林董事長 就調到張銀去啊 對啊 他才佔那兩個啊 才佔兩個啊 才佔兩個啊 所以基本上這個 這個基本上 包括那個張雲鵬 跟林中元這樣算 才算兩個啊 其他都跟 台銀台金跟那個 何庫有關啊 何庫是 當然了 何庫他的 這個 總經理 調到土銀這邊來 那基本上也是 就是說 你是大大的讚賞 台灣金控 台灣銀行 跟何庫 你是這用意嗎 他們表現非常好 我其實今天不跟你論說 他們的規模 或是說他們相關的一些數據 扯不換 因為也許有政策備合 或等等其他的 可是就是光是看這樣一個佈局 真的需要一個 好好的一個 明明白白的說清楚 讓社會大眾能接受 能理解 也許你現在還在想 沒關係可以有時間 但是你最後 你還是要有一個交代 是 謝謝委員 就我個人 你什麼時候呢 因為我代表人民來問證 我需要這個交代 我給你時間 三天 包括我剛問高雄銀行的事喔 我想一個禮拜好不好 一個禮拜 是好 又一個禮拜 我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